在野黨對於反質詢的定義不明確 有網友就挖出過去民進黨大官備詢的畫面 蘇貞昌等人動輒標罵立委 還嗆聲問候立委的家人 網友火大質疑 法官拿反質詢來做文章 是在幫綠營護航來作囚 只想要終止國會改革法 反國會改革法綠營提示宪 對於憲法法庭提暫時處分 綠營似乎信心滿滿 因為他們不斷引用大法官尤博翔 在野黨到底什麼是反質詢定義不明確 網友火大狂鮮案例 通罵這反質詢就是官員 回答不出問題 還問候別人爹娘 像是過去蔣萬安 問政府能否承諾不跳電 但被問候阿公全家 政府願意沒有承諾 同你祖父說要緩攻大陸 到現在還沒緩攻大陸 你老祖父的承諾 我還去當兩年兵 立委問你基本工資 結果大官問候你媽媽 臺灣的平面的話 他就用向下一個方式 你媽媽的執行都沒有這樣 什麼是反質詢 當官員被質疑不積極 竟然標出三字經 我怕到時候投降的第一個是你 第二個是蔡英文 我求你妙別更小了 還有官員答不出立委的提問 就暴走開竅 說出他們的名字 你可以告我藐視國會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網友也打算 這種動輒標出話 問候別人爹娘的官員 不叫反質詢什麼叫反質詢 法官是要被問候一下 才知道什麼叫反質詢嗎 侮辱國會電堂背後的本質 就是在迴避監督 這難道不就是反執行 非常典型的教材嗎 我想是對於過往的事實 視而不見 他已經被視為是 執政黨的打手之一 新綠民調也顯示 白信對公務人員評價 排第一的是警察 喜歡的比討厭的多47% 一般行政人員10.4% 但法官的靜好感度 竟然是複數最後一名 網友嘲諷難道是大家都認為 為民進黨掌控司法 司法示威 政治服務 一個這麼尊貴的位置 被你們做成這樣 趴在民進黨身上 然後在欺解法令 國人都知道啦 當不少法官被人唾棄 大法官們是否會繼續勇往 直前護航民進黨 讓綠營視線臨背極 很快就有答案 即使張正銘 曹廷涵採訪不到 際公務人 曹廷涵管理